受疫情的影响,华联市公所举办的2021小城生活 古来奇菜奇亚系列活动,八月份陆续恢复举办 三大主题包括了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菜市讲堂还有电影上菜都还有名额 也欢迎民众把握机会赶快报名参加 原本四到七月份要执行的小城生活 古来奇菜奇亚系列活动受疫情影响在八月份才恢复陆续办理 包括了跟厨师一起逛菜市场 菜市讲堂还有电影上菜三大主轴 目前都还有名额事出 华联市公所欢迎大家把握机会赶快报名 下周礼拜五也会有影展 那在月底的时候在那个铁道的电影馆里面 会有另外一场的影展的部分 然后在影展过后呢 会陆续会有四场次的厨师带市场逛市场 然后做料理的一个活动 但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透过这个活动 其实在重新再进入菜市场 那其实市场里面或是说个人的一些卫生 或是说现在防疫的一些措施 其实华联市公所都有非常的着重 那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民众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 后续的一些菜市场的计划 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关注还有参与这样的一个计划 疫情取缓之后第一场活动是电影上菜 邀请乡亲来观赏国外推动食农教育的记录影片 影展的部分其实是跟菜市场也有关系 那今天的片子呢是主要介绍就是在荷兰的 荷兰的部分就是有些就是针对一些学校里面 种植菜园的一个计划 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桌上的菜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他们就是国家就是有一个 针对五个年级五个班级的一个就是菜园的一个计划 然后就是从土壤开始介绍 那土壤里面的一些虫的介绍 然后呢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经常性使用的一些 在桌上菜窑的部分 那蔬菜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是从它刚开始从种植的时候就开始介绍 然后从他们自己种植的方式来介绍 就是如何在吃到这道菜之前 它的那个养殖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子 华联市公所透过深度的体验要带领民众 从不同的面向认识传统市场 并且深入了解菜市场和食之间的关系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华联市公所的网站来查取报名 这里会换市报道